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好的工作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如果因为家庭影响了工作 你会坦然吗 当初我从农村来到城市 那个时候我一无所有 是奴隶嫁给了我 给了我一切 给了我一个家 给了我一个儿子 为了这个家 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我无怨无悔 也许 这就是钟灵缺少的 像你这样 为了家庭可以无怨无悔付出 还有这么多事解决不了 我真不敢想 我的将来会是怎么样 算了 不说 好 自己吃啊 你怎么办 你这么多看 你真不敢说 一定会是老大 你真不敢 물론 你真的不是老大 你真不敢说 你真不敢说 不要 别管他 我呀 就是要好好治治他的臭毛病 你也是 发那么大火干嘛呢 他能那么样跟老人说话吗 他今天能跟人家老人那样说话 明天就会冲着咱们那样扔扰 好不容易走啊 是 亲家 你明天几点钟的火车呀 快快快 快 怎么晕倒了呀 来 快快快 快 来 起来 没事 没事 怎么了 好 到屋里 到屋里 到沙发上去 到沙发上去 倒杯水 倒杯水 来来来 坐坐 没事 没事 老微冰翻了 来来来 喝水 喝水 来喝喝水 要不到医院去看看 我明天就回去了 到我们那边医院去看 没事了 这行吗 我没事了 我已经吃鬼压了 我去给孩子做菜 来 还生气啊 还生气啊 好嘞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懒得理你 不理我 你跟我站在一起等孩子啊 谁让你非要站在我旁边的 谁还不知道你啊 道子最动服心 算了 不想跟他急救我 怎么还不出来啊 还要多长时间 你找我什么急啊 还有五分钟呢 能不着急吗 模拟考位 你们家不是有那 哈佛家教的吗 看你说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就是个灵阵魔腔 说实话 我们家雨飞啊 要是 欢欢学习一半好 我就烧了高香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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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可是题目难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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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飞 我走了 我走了 飞飞 你 哎 哎 话 快 你怎么了 垂头丧气的 还搞得怎么样啊 那些公事都记住了吗 你说话呀 我拉肚子 齐勿没做我 菲菲 你这次考得怎么样 马老师倒是都教了 真的 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 可是我什么都没记住 那你又考砸锅了 你说你以后可怎么办 那能怎么办呀 继续学呗 四季 去图书城 马老师在那等我 你都考砸锅了 还去什么图书城 还不跟马老师赶紧回家好好学习呀 你少问 你再问 我就要马老师别来了 你 你个死孩子 四季 先去图书城 然后送我回家 还有点发生 容易啊 你看看 这是消炎药 这是纸屑药 不行啊 这都过期了 这 要不我熬点稀饭 别吃伤了他的胃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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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这个汤药给喝了 一喝就好啊 这什么啊 亲姐啊 那个锡药 能不是尽量不要吃 这药里面又是什么抗生素 又是什么化学品 对孩子身体也不好 我这可是祖传的天方 就是把那个山楂炒焦了 用水一煮 一喝就好 百事百灵 来 行了 反正我小时候 一生病就喝这个 还是挺灵的 试试吧 你还是挺努力 够了 这怎么了 不小心 拿完了药 莉莉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可是我孙子的药 那我也提醒你 刘欢欢是我儿子 我才是医生 你干什么 莉莉 你怎么跟公公说话呢 我还怎么说话呀 我还要怎么办 我还要怎么忍啊 莉莉 我这不是什么坏心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生活 还有几个月 刘欢欢就要小生出了 您今天写大字 明天乱进步 今天他是因为拉肚子 耽误了考试 那明天是不是就得进医院啊 我跟你说 你说话注意点啊 狼花的事 我还没交你算账呢 你怎么跟爸说话呢 好了好了 有话好好说 不就是对了孩子嘛 你还让我怎么注意 刘志高我告诉你 我忍够了 我真的忍够了 有话好好说 爸 爸你消息 给爸道歉 爸 你这是干什么嘛 他凭什么这么针对我爸呀 我爸怎么了 孩子吃坏肚子 这不正常吗 刘志高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刘志高 今天是模拟好事 接下来还有悲赛奥赛 如果都得不了好成绩的话 都崩下上好学校了 让我跟你爸道歉 你跟你爸跟我道歉才对 爸 这怎么了 爸 爸 你醒醒啊 爸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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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怎么办 赶紧打车上医院吧 那我去换个衣服 好好好 老爷我也去 好 行行 等这儿等 别太着急了 应该不会有大问题的 赵哥 喝点水吧 你喝点吧 你没心情喝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有你那么跟我爸说话的吗 那你们安静点行不行啊 别在这儿大声喧哗了 赵哥 怎么样啊 病人倒是醒了 这是怎么了 你们到我办公室等着去吧 你们谁是病人的知习亲夫 我是 我是他儿人 对不起啊 我不是想批评你 你这个儿子是怎么当的 病人的病情已经严重到了这个程度 你们一点都没发觉吗 我不知道 我父亲是什么病啊 他的胃部X光片显示有肿瘤 我们怀疑是胃癌 当然 到底是不是我们还要做切片 没有光鲜味精的进一步确定 我看 今天病人就住院观察了 你们要好好照顾他 不要让他再受受刺激 好吧 你今天怎么在家呢 我又喝多了 回来歇会儿 雨菲呢 跟毛老师上图书厂买书嘛 那你怎么不去啊 司机陪着呢 司机跟着你也得去啊 雨菲不让我去呀 妈也不让我去 不是你什么时候这么听他们的话了 关键人家马老师不让我去 我告诉你啊 人家马老师跟我们可是有约发三章的 不说不听不看 我们必须遵守 这怎么那么怪呀 听着 怪什么呀 不对啊 什么不对啊 你这么着 你把这马老师给我约过来 我会会的 你们俩先带婚婚回去吧 好 好 好 华华 来 跟姥姥走 那我不走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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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高 你别这样 你可以骂我 你也可以怪我 但是你不能不理我呀 病人现在可以进去探视 不要注意 不要引起病人的情绪波动 好 谢谢啊 你怎么样 没事 你不用大惊小怪啊 为什么瞒着我呀 爸爸不想让你担心 我这次来呀 其实就是想 和你们在一起多待几天 然后我就回去 然后我就回去 谁伤心啊 还是弄得你们这么不高兴 爸爸没事儿 爸爸明天就回去 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 医生我也联系好了 爸 你明天就别走了 留下来 我照顾你 我也想好了 咱们呀 要俩搬出来 我租个房子 我好好照顾你 给你找一个最好的医生 我儿子 你不要孩子起了 爸没事儿 妈 妈妈咱们回老老家 爸爸我想要来了 爸爸我想要来了 妈妈咱们回来 妈妈咱们回来 妈咱们回来 我来 妈咱们回来 妈咱们回来 我们去厨房看一下啊 走 妈呀 你吓死我了你 不吓不吓不吓 吓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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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妈 我爸他们都不在家呀 妈 你看我走这么久 都不想我 不好意思说呢 家里出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来个电话 出什么事儿了 只靠他爸 可能换胃癌了 真的 你看 给他不喝汤的 我找个袋子装进去 送医院去 妈 我跟你一块去医院啊 爸 我给您送点饭来 谢谢 莉莉啊 这次对不住你啊 爸 这次真是我不对 您的兰花的事儿 还有昨天欢欢拉肚子 我真的不是针对您 我是怕耽误他的考试成绩 我知道我知道 莉莉啊 你是个好孩子 爸也明白 你这都是为了欢欢 这么多年 你嫁给我们志高 受了这么多的苦 我这次来呢 又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 爸觉得 真的是对不起你啊 爸 您千万别这么说 当年我嫁给志高的时候 我们全家都反对 就您支持我们 接纳我 这份情意我是一直都记在心里的 好 这么多年我嫁给志高 我也从来没后悔过 莉莉啊 你这说着什么话呀 你能给我们志高一个家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是啊 行了吧 咱俩都不说了 我给您盛饭 谢谢 谢谢 爷爷 欢欢 笑笑 亲家 怎么样了 亲家 亲家 咱们都来了 挺好挺好 谢谢 好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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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这么客气 上了那事 对不起啊 抱歉 抱歉 这孩子怎么这样 行了行了 都过去了 谢谢 谢谢 杨阳 我今天家里有事就不去了 你帮我跟领导说一声 你帮我跟领导说一声 对了 杨阳 那个 你能帮我找一套房子吗 是这样 我父亲生病了 我想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房子 然后带他在那儿养养病 好 那谢谢啊 好嘞 来 至高来了 至高来了 我呀给你爸炖了点汤 卢伟啊 刚才给你爸道歉来着呢 是啊 那个姐夫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至高 你爸 赶快帮我 谢谢你岳父岳母 给他们添太多麻烦了 秦家 你看你说哪儿去了 来 你呀 好好地养着啊 想吃什么呢 就给家里说一声 是 至高啊 你赶快把东西放下来 好 这医院呢 要付费 你 奴隶啊 一块儿去付费去 我去吧 一块儿去啊 好 我顺便给爸买点日用品 谢谢 一块儿去啊 来 好喝吗 真不错 对吧 谢谢啊 你喜欢我明天再给你做啊 不不不不 太麻烦太麻烦 至高 我知道 您现在心里对我很不满 因为爸的事没有很难过 我今天 到医院给爸很认真地道歉了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你看现在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了 我就不想跟我商量下来 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 当初 我才知道为什么爸 起在家里不走 他就是知道自己时候不多 想多跟咱们在一起待夜 我那时候心里还埋怨你 你别这么想 你不能这么消沉 我能不消沉吗 那是我爸 我没饮那么冷血 老头子 你说咱这闺女怎么办呢 她现在得的是胃癌 这一下 那非得把奴隶整垮了 现在当帮孩子的 只有咱们这做父母的了 他们小两口 也没什么钱 要要买房子 供孩子上学 对了 咱们回去看看积蓄 能够支援的就支援的 别哭了别哭了 大夫 那您准备怎么治疗 现在有一种生物医疗法 比较有疗效 有的患者术后恢复得很快 也不会像放疗化疗那么痛苦 那请问这种疗法 它的费用是多少 不管花多少钱 但花多少钱我们都认了 只要能把我爸病治好就行 手术的费用一般在五万以内 但是后期的费用很昂贵 一个周期的药大概在二十万左右 至少也得三到五个周期 再加上免疫重建 还有整个过程 要给病人加强营养 这么算价 至少也得七十万左右 不是一笔小数 这就要看你们的能力了 你干什么呀 我问问分用怎么了 做这么大的事 难道不能问问吗 你是不是因为钱 你怎么这么说呀 你不是因为钱最好 我告诉你 得病的不是别人 那是我爸 我嫁给你了 那也是我爸 你能不能相信我呀 我真的不是舍不得钱 那你说吧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治疗费用的事 就还是钱吗 你干嘛呀刘志高 我是你的敌人吗 你说吧 爸那边有医保吗 那边情况你知道 这是报价 报价钱 那咱们就得把买房子的钱取出来了 那个首付大概六十万 加上股票基金什么的十万 我怕用那个生物治疗法 咱们的钱不太够 我还有十万一个定期呢 不行 那绝对不行 那是欢欢的教育金 我要去结婚吧 不用了 你结婚吧 晚上他还在准备 杯赛的模拟品呢 你照顾爸就行了 爸现在最想看到的就是欢 让欢欢多陪陪吧 我去结婚吧 不用了 这什么时候是这是 雨菲刚给我的呀 这上面提我都教过啊 对吧 雨菲 我不记得了 到底教没教啊 雨菲她可能忘了 你再好好想想 你看这道题 就是咱们那天 要买参考书的前一天晚上 这道题我给你讲过了呀 教完教完 这这这这 你教我 是我自己又忘了 你知道谁教的会你 哪个老师教的会你 不是教完都得忘了吗 唐女士 你不要太磕色雨菲了呀 对孩子们 早给孩子点时间呢 对吧 可问题是我现在没时间 这马上杯赛奥赛就开始了 马老师我就问您一句话 行不行 您到底是能教呢 还是不能教 这这叫相见恨晚 您想想 如果我能早点认识雨菲 早说她为徒 她不能早点进步了吗 放心 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啊 还有一事我想问您呢 马老师 我们家雨菲上次考试的时候 还七十多份呢 怎么这次变五十多份了 这这 这次提比较难 对不雨菲 这对呀 难的要命 这 大大妈妈 花花也考得很差 原来是这么回事 马老师 我要是学习了 就行了 对对对 我们课学习 好好学啊 好好好 小李飞 你太不仗义了 你差点把我给出卖了 我爸说我不给她看肯定 她就不给我这个月的零花钱 那您不能把我 卖了也还变了 你也好不得来去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差点把我妈妈 画的事给抖出来 这样下就不行了 小李飞 咱今天就不玩就行了 咱看会儿书好吗 来来来 看会儿书啊 来来来 看书看书 我说你了 看会儿书吧 不是 看这个 看这个 就去去去 就看这个 我看不懂 你 你什么地方看不懂 你问我好吗 什么都不懂 背会吧 亲爱的你会背吗 就仔细背 就记个公式啊 好吗 快背吧 我求你了 这个马老师 是个冒牌货 不会吧 学历证明我都看过的 妈可是一眼就想中她了 老公 你是不是应该再陪她点时间呢 母飞这个孩子 也实在是难教 你看 欢欢这次不也考黄了吗 他们这次的差距只有几分 哎呦 还是有进步的 你不知道 上一次他们差几十分呢 我说这妈心眼实在 你心眼也跟着实在啊 就这么个东西往这儿一坐 你一眼看不出来 就听她说话 妈心 这么着啊 明天让这马老师再来 交予飞 我就在旁边看着 我倒要看看 这是个好老师 还是个好骗子 这生物疗法 这药比黄金还贵呀 那你们家药这么个治法 这家底呀 非给你们抖落光不可 那怎么办呢 直到他办 确实进不起花疗放疗 这种生物疗法 我倒是听说过 效果挺好的 也没什么痛苦 结果太贵了 人为痛苦 这钱包就痛苦了呀 你说怎么都让你瘫上了呢 拿 拿着 这什么呀 我和你爸今天上午 取出五万块钱 妈这钱我不能要 怎么不能拿了呀 给你公共治病 这癌症啊 不比别的 不容易治好 妈 这是他爸生病 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 再说我们俩还有钱呀 你快拿上你 我说倒了 我跟你说 你的钱是买房子的 你要全用完了 那你们仨住哪去啊 一直住在娘家 她说再想办法呗 反正这钱我不能要 你拿回去吧 你拿着 这是妈给你的 你现在不比别的 家里有人生大病 这人这一辈子 总得有几个坎儿 我没什么钱 这是我和你爸 嘴里省下来的 妈 对不起你们 你这个媳妇当的 真的没得说 可妈呀 我跟你说起私信话 你这钱啊 要低量着花啊 别到时候钱花了 人也去了 这你下半辈子 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你说 谁让我嫁给他了呢 一起扛背之吧 是孩子 你还有儿子呢 你不为自己想 也得为欢欢想啊 以后孩子啊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妈您放心 我给欢欢留了教育金 刘志高答应我说 这个钱她绝对不得了 你上辈子清流志高的 还有一件事 也对不起您 我们不是这买房子的钱 都治病了吗 可能还得在您这儿 多住一段时间 这说什么对不起呢 你欠刘志高的 妈就欠你的 这你们姐妹俩呀 我一直想着 你们能嫁个好人 可现在呢 你们一个都没有让我省心 我有时候啊 晚上睡不着觉 我就在想 要是我以后死了 你们俩遇到什么事 那谁帮你们呀 妈 你看你这说什么呢 你长病百岁呢啊 钱你拿着啊 这事 妈跟你一起扛着呢 别告诉你妹妹啊 志高啊 你是不是去跟医生说说 反正现在又不手术 我回家等多好 那可不行 人手术前啊得调理 家里太急了 还是这儿好 就住这儿吧 啊 就是苦了你和黄黄妈 你看我这突然生的重病 都累你们俩了 爸 别说这些 爸 放心吧 医生都说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小手术 回头 给你用生物疗法 什么放疗化疗这都不用 然后再吃点药 很快就好起来了 志高啊 治我这个病 得花多少钱呢 万把钱贵钱吧 吃药我花不了太多钱 我存折带来了 里面啊 还有三万多块钱 这吃药加上住院费 应该是够了 回头我交给你 爸 那看病怎么还能花你钱呢 你放心吧 钱啊 我和卢力都准备好了 明天卢力就把钱带过来 你媳妇是个好人 你看我生病 花了这么多的钱 人家一个字都没说过 志高啊 你要好好对人家 知道吗 我知道 我你听着信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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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说话呢 你说吧 我听着呢 你姐姐那边出了那么大的事 你还是有心情的傻笑呢 那我能怎么办呀 难道陪她哭不成 整天窝在家里不屋正宴 你是不是该考虑去出去找找工作了 爸 你就让我再休息几天不行吗 再说了 你也知道 现在工作很难找的 有什么难找的 证件工作找不着 那超市的收音员小时工 这种工作总找得到吧 不要那么眼高手低啊 要务实踏实 妈 妈 妈 你听我爸说的 我有那么低端吗 还超市收音员呢 怎么让我扛大包去 我这叫提醒你 整天窝在家里 那电视上管你们这些年轻人 叫什么宅男宅女 还一副骄傲的样子 我就不明白了 你整天窝在家里 看那些无意义的电视 一边啃老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呀 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你呀 就是惯着它 骆傲 骆傲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啊 一个月内 你赶紧给我出去工作 不然啊 别怪我不养活你了 都快吃饭了 你上哪儿去啊 我找工作 你吗 要吗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请进 马老师 余飞 这条题 为了 就按马老师跟你说的这样 继续马下写 继续马下写 听马老师的话 她们说你有事吗 一点点 一点点 您方便跟我出来一下吧 好 我正好也有事 想找你看看 好好写啊 快点 马老师 我给你偷个题啊 老项说过两天 要听你跟余飞讲的节课 我正想跟你说上她的事 我不干嘛 为什么 日子不可教育 为了余飞 我这是欧席利息 可她就不成才 这个活我干不下去了 马老师 你要这么做的话 你就把我搁在里头了 哎 你何处此言啊 我来看佳佳我拿工资 双向选择来去自由 你 我这活真干嘛 马老师 您当初来的时候 我是八太大叫 把您抬来的吧 啊 你说工资不合适 我马上给你翻倍了吧 你把我们余飞叫得这么唱 我说个什么吗 我们老项对你有怀疑 我马上就跑来跟你报信 你还想让我这么做 你这么做 你会害死我吧 你 你 你 这是余飞不行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我今天是非常非常不高兴 就可外伤我俩了 告辞 我以后也不会来了 你别走 你别烂我 你干嘛烂我 向总 我掐指一算 就知道您要回来 特意在这迎接您 师父 真神了 他知道我要来 你为什么还走啊 向总 我今天又算了 诸事不易 所以啊 我就此告诉你 别别别别 我这人有点明信 我是见神戴神 见鬼当鬼 知道吗王老师 我今儿推了多少事 就为了来听您一堂课 怎么样 给个面子 这个 别 这个那个 家在一块就五分钟的事 听听你讲课 怎么样 讲完了我让司机送你 好 来 来 来别走 别改天 别改天 就今天您好 雨飞啊 王老师来了 坐坐坐坐坐 那那我们开始上课了 开始开始 好 雨飞啊看这道题 甲乙两地相距四百六十五千米 一辆车以每小时六十千米的速度 从甲地开往一地 每小时加速时十五千米 用了七个小时 现在请问 如果以六十千米的速度 从甲地到一地需要多长时间 雨飞你记得吧 我昨天教过你的 你昨天没跟我讲呀 我昨天 我昨天总没教过你呀 我昨天总没教过你呀 雨飞你好好想想 我忘了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好不好 你看 这个啊 假的 这个 就是一定 这个 这个 就是那辆车 刚开始 它是六十千米每小时 一小时开到这儿 后来它提速 其实我们签了一小时 又提速 就是越来越快 七个小时到达了 你松松松的我听不懂 你怎么听不懂呢 马老师 您是哈佛毕业的 我 我 是 是 哪个哈佛呀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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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佛学院 我头晕 我头晕 我头晕了 什么男人 大夫 手术费我们已经交了 什么时候能手术 做手术容易 可是后期的生物治疗 才是中头戏 我们会尽快安排 但我也建议你们 早点把药费准备好 治疗起来就不要停 好吧 好 谢谢您安大夫 好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为了你我唱开始飞 留下美好信念 用心去栽培 只要你坚持给我安慰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只想和你牵手相伪 从来生活 事与愿违 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味 和我回味 有时还我会 逼蚀在某个路口 也曾经更年放弃 也曾经更年放弃 对生活的执着 无论困境如何摆脱 只想和你相拥走过 在这城市的街头 只想和你微笑回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为了你我唱开始飞 留下美好信念 用心去栽培 只要你坚持给我安慰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只想和你牵手相伪 从来生活 从来生活 事与愿违 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味 和我回味 和我回味 我两个人情如何摆脱 你真想和你相拥走过 在这城市的街头 只想和你微笑回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为了你我唱开始飞 留下美好信念 用心去栽培 只要你坚持给我安慰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只想和你牵手相伪 或是你牵手相伪 你牵手相伪 如果没有情侣 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味 我回味 Craz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